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一下我学习口琴的一些经历 为什么学习口琴以及购买口琴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记得看下去吧 首先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学习口琴 之前在抖音看到关于口琴的视频 千语千询的主题曲《与你同在》 感觉这首曲子很欢快,太好听了 就忍不住想学,想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带来点乐趣 想得到大家的点赞 于是就想学习一下 其实的话 我之前上小学的时候学习过数笛 就是音乐课教的那种六孔数笛 以前呢,什么都不懂 然后只认识到 Remi发骚拉西这几个音 对应的数笛的哪个孔位 知道横杠符号表示吹长音 吹奏数笛从不区分那个高音低音 在我眼里只有1234567 这七个中音 能,当时反正 当时练了很久很久 能吹很多的曲子 就好比牧羊曲啊 大海故乡暖暖 新年好生日歌等等 都是自己自娱自乐 从来没有跟过伴奏 或者和其他乐器 合奏什么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节拍器这种东西 然后节拍器这个东西 还是我学习口琴 最近学习口琴 然后才知道 有节拍器的这种东西 从下面说一下 我从购买口琴到学习到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我的第一把口琴是 蓝网的168的那款失控口琴 选择这个失控口琴的话 主要是看中 它的那个小巧便携很迷隐 最开始的话 纠结那个拍器跳音 还是正常的蓝调口琴 最后选择了正常的蓝调口琴 也就是布鲁斯口琴 开始的时候最最开始接触 开始的时候是慢慢开始吹 吹响以后 开始练习新手必练的一些曲目 像阿尔兰画梅送别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就是吹不出干净的单音 后来的话就是通过网上学习 然后看视频等等 然后可以知道可以稍微的口琴 口琴往上扬一点 就可以更方便的吹出干净的单音 后来的话我吹着吹着 然后我那个口琴的 第一 嗯 拉 拉音黄片吹不响了 然后就断了 可能是我吹断了 也可能是 琴的质量不好 也或者是我用棉签清洁的口琴碰到了里面的黄片 各种原因吧 于是售后寄修 中间跟朗网的客服沟通 能不能顺便 帮我把口琴 改成拍柳调音的 付费改也可以接受的 但是客服就是不给改 中间来回寄 有寄加售后 有二十多天 再加上 之前那段时间正中疫情 快递没办法发送 没没办法发货 后来拖到了疫情结束 快递正常 问客服要口琴 发现我的口琴还没有修好 于是又等上了一周的时间 前前后后一共一个月 最后才受到口琴过程 齐续坎坷 中间没有口琴吹 忍不住剁手 买了何来二五七 价格是290块钱 什么赠品都没有要 只有一个口琴 其实我是想等我十孔 口琴练习的差不多了 买一个好一点的半音阶口琴 比如孔生的天琴座 然后零木的SC-X48 那款半音阶口琴 最后的话还是觉得先买个便宜的半音阶店 买完了那个赫莱二五七以后 我又忍不住买了一把 这个SP20就是你不管吹多大的气息 然后他那个音发出来那个声音都比较稳定 然后而且还很好吹 然后蓝网的那个168的那款168的那款口琴 声音感觉没有这款好吹 特别对其要求气息需要更大力气吹吧 然后蓝网的那款就是口琴让做工啥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没有SP20这款好吹 SP20的做工的话反正是一般般吧 但是音色好吹程度都比蓝网的这款168 168块钱的那款口琴好 嗯 所以我感觉如果新人想买时空口琴的话 最好是买PATIO调音的口琴 除非你明确知道什么是布鲁斯音乐 喜欢布鲁斯口琴 但是感觉吹流行歌曲 还是半音阶口琴更好听一些 感觉时空口琴就在于一个小小方便携带 然后冬天冬天不会沾摩吧 相比于那个半音阶口琴 布鲁斯口琴的话 压音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 然后然后我就转成了半音阶 从那个10孔口琴换到半音阶口琴 明显感觉出来半音阶口琴对气息要求更好了 需要有更大的力气去吹 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 每次吹完以后感觉脑子去啊 喘不过气了 也可能是 后来R7没有那么好吹吧 后来慢慢吹多了 这种情况没那么严重了 吹半音阶口琴的过程中 吹半音阶口琴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低音发吸不响的问题 我谷歌搜过看过很多视频的评论区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方法就是高氧头颅 用力吸二孔就可以了 多吹几次 然后找找这种感觉 对比一下自己吹不响的感觉 就是那个舌头的那种那种放的位置的那个感觉 一对比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我就是这样子 通过对比然后发现了问题所在 然后通过大量的练习 就是练习那个天宫之宠的那个 歌曲那个曲谱 然后就 然后现在低音发可以吹响了 但是低音区还是没有完全的就是吹的很顺流 然后接下来就是每天练习 练习吹口琴 有时候有时候是半小时有时候十几分钟练习曲子之前有在视频里面分享过 然后有千语千询的主题曲 永远同在 天宫之城 我和我的祖国送别阿尔兰画梅 牧羊曲 大海和故乡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燕子 圣日哥 新年 蘇珊娜 莫莉 莫莉 莫莉莉 然后我说一下我是如何录制口琴练习视频的 我是我有想过用专门的就是录屏软件来录录制口琴练习视频 后来在一个网站的评论 评论区看到有网友说可以通过OBS的OBS视频直播退流软件 来录屏当做录屏软件 然后就下载下来跟着网上的视频教程摸索着稿 用了以后发现这个直播退流软件真的很强大 不仅可以录制桌面视频 还可以录制任何桌面运行的程序的那些画面 可以轮播图片用 于是我就把那个收集到的区域 在OBS里边录屏练习口琴分享视频 还有就是声音的那个实时降噪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 点就是属性滤镜 然后新建两个这个噪音发指和噪声抑制 这两个 就可以过滤到过滤掉 就视频里边就是很低频的噪声 只保留了口琴口口琴的声音 我用 然后的话就是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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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口琴的时候点开始录制 然后中间会暂停休息一下 然后因为气息不够跟不上嘛 然后就会休息一下 然后接着录 下次再恢复 这是我经常吹的一些曲子 天 大海 故乡 天公之城 小燕子 我和我的祖国 新年好 永远同在 阿尔兰化美 模样曲生日歌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一个智能曲谱的网站很好用 然后我用了以后好多那个评论说我用的什么节拍器 其实这不是一个软件就是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网站 苍强曲谱 他这个网站很强大的很好用 这个网站需要登录 和登录一下 他这个网站 こう 就以签与签讯主题去为例吧 他这个网站可以显示不同的Yapp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用的是乐器图谱用的是无图谱 然后就是这个可以改成C调 可以调整这个图谱的比例 有些图谱很短屏幕很大可以改成50% 然后可以充满整个屏幕 然后可以有不同的拍数 好比一把二 然后点击开始 然后就可以跟着口琴一块吹奏 好比一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可以循环播放 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有吉他的 刚才是吉他 现在可以改成小提琴 可以改成钢琴 这首曲子太好听了 就是这个网站 他还有小程序端 也叫苍强去谱 他这个网站是收费的 然后我没有买VIP 这些功能 其实我最主要用的这个网站 就是他的那个节拍器功能 可以每天他有五次 五个五次免费浏览的次数 然后基本上通过录屏都可以使用 总结一下说的吧 然后 口琴购买的话 推荐大家就是购买 SP20Pedio条音的半仅 257可以先练习着 确定长期学习的话 后续可以买更好的琴 还有就是多练习多分享 分享出来以后 别人可以支出你吹的 有问题的地方 有人可以互动交流 更加有利于长期坚持下来 我就是在大家的评论点赞支持下 很有动力 慢慢就是坚持下来啊 自己一个人吹口琴 吹的时间久了 就很容易放弃 这是我自己的录屏 天空之城 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我主要练的三个曲子 还有一个我练习的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用的 就是一个K歌软件 全名K歌 这里边可以跟伴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然后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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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